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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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新加坡之后是为了做什么呢 为了爱多美而来 是哦 有可能 可能在我来之前97年的时候 就知道爱多美以后会在新加坡 所以我来新加坡了 那主要来的就是为了生活而奔波 我是为了来打工的 来打工是为了什么 赚钱 来赚钱是为了什么 生活 填饱肚子 那个时候还没有结婚 所以出来打工赚的每一分钱 都会寄回家给我的父母 我是一个很孝顺的孩子有没有 我家里的屋子盖的第一间 是我给钱盖的 后来买了那个 一开始我们是农村的盖房子 是我给钱 寄回钱回去盖的 后来我们又在城里买了楼房 也是我出钱的 我妹妹读书也是我供的 所以说肩负着家里的老大 那父母本身又不是一个非常出色的 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村的农民 那么作为我们 作为这样的一个子女 又作为老大 肩上背负的重担是非常多的 所以呢为了生活呢 我们什么都做过 所以我来新加坡第一个工作呢 就是在一个电子厂里 当了一名普通的电子工人 那个时候一天是12小时 早上8点到晚上8点 早上起床的时候天是黑的 就到了公司坐着厂车 回去的时候呢 就天是黑的 什么叫披星 待月 那时候是生日有体会 外面下雨了 外面刮风了 你都不知道 去的时候黑的 出来还是黑的 就这种状态 那做了工 赚了钱 就寄回家 所以为了生活 没有办法 没有的选择 那么后来呢 在这里有幸遇到我的先生 那他是有拿到了本地的绿卡 那我们就结婚 那么他就帮我申请到了绿卡 那个时候 大概我在电子厂也做了七八年了 终于呀 我可以在新加坡选择一份 我喜欢做的工作 但是呢 茫茫的人海当中 我不知道我去做什么 刚好一个同事 他在一个化妆品的 化妆品店里面 做一个推销员 所以呢 我在他的介绍之下 我就去了一间化妆品店 做店员 那大概做了两年 不到三年的时间 我就被生成了店长 就管理一间店 那么后来 有珠宝店的经理去到那一边 在跟他聊天之后 就被挖角了 就挖去了他的珠宝店 新加坡蛮出名的一间珠宝店 那就做了这个珠宝店的一个 珠宝的一个推销员 所以大家你看 从一个普通的工人 到化妆品推销员 到珠宝推销员 其实我也不断地在找什么 在找机会 不断地想要去尝试 适合自己的 不断地去尝试 能有更高收入的工作 那其实你这样看 电子厂的工人薪水高不高 不高 对吗 那化妆品推销员 会不会高一点 会 那么珠宝的推销员 会比化妆品的高一点 会 可是后来呢 我依然放弃了珠宝推销员 比较高收的工作呢 投入到另外一个行业 就是做了补习老师 是新加坡一间非常有名的补习学校 那为什么我会去做补习老师 甚至薪水可能低下来呢 是因为我家里有孩子 我是想要 可以一边教育孩子 还可以一边有收入 我想事业和家庭都能够照顾到 所以那我就去做了这个补习老师 大概做了一个不到五年的时间 我依然决定自己出来创业 为什么我要出来创业 因为我发现我的薪水 没有办法得到更大的提升 我觉得我想一想 如果我这一辈子继续做这个 补习老师 我的薪水很难超过三千块 在那个时间 大概有不到十年之前 大家能理解吗 所以我就出来自己 在外面教 去孩子家里一对一的补习 那在一个有缘巧合的机会下 就跟别人合开了补习学校 他们负责英文和数学 我负责华文 因为华文是我的什么 强项啊 你教我教英文数学 我也教不了 所以就这样一干 就是这样的 那么结果在这个 做自己的补习学校的时候 下午比较忙 上午有空 我就去读了一张文凭 就是去这个读书的这个决定 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 因为我在那里遇见了一个人 你们知道他是谁吗 大女生 对 因为他是我的同学 他是那么安静地坐在角落里面 一句话都不出 偶尔跟我聊两句 我们班上的同学 一定不会想到 他会做爱多美 做得这么成功 对不对 今天我们有一位新同学 也过来了解了 好 那么 他在当时做的时候 爱多美的时候 我们读书是2013 毕业 已经毕业了 那个时候他读书 他并没有做爱多美 而是毕业之后 他才做的 起初呢 他找我的时候 我是怎么样的 拒绝的 没有理他 那 后来呢 他朋友圈里发 爱多美的产品 他一发 产品 没有一个人点赞 ZERO 是不是 但是他一发 他跟他女儿跟老公出去玩的照片 下面的同学 多多多多多多多 十几个人给他点赞 好笑哦 那虽然我不会点赞 但是我偶尔也看一眼 他在干嘛 就这样的 因为一瓶洗发水 我先生脱发很严重 我看到他朋友圈有一块洗发水 是草本的植物的 我就打电话跟他要了 结果他就让我加会员 那你说我加不加 不加 我很忙 我开补机学校都忙死了 我哪有时间加会员呢 我告诉他 我没有时间做这个 我就跟你买 支持你就好了 我就跟他买了一瓶洗发水 拿回家 就丢给我先生用 我也没管了 四个月以后 我先生告诉我 洗发水用完了 要买新的 我说你还要买回这个牌子 还是要换 我说好不好用 他就说 好像还不错 我就仔细看了一下 他头发下面就出了 很多毛毛的小 小小的头发 而头发变得也比较黑 比较硬 我说好像不错 有效果 他说嗯 我也觉得 有效果 我说那你要会同一个牌子 他说好 我就打电话给扇子老师 我要几瓶 两瓶这一次 为什么要两瓶 因为有效果 是不是 啊 有了效果 要了这两瓶洗发水之后呢 扇子老师就告诉我 你为什么不要加个会员 他跟淘宝一模 一样 你网上订就送到你家里来 淘宝 我是最爱在淘宝买东西的人了 我就马上就问他 那有没有什么要求 就这样 我们俩就约见了 故事就开始了 那个时候是2016年的 2月14日 上面有时间 很感恩朋友圈 他留下了我的 做爱多美的点点滴滴 那么我们两个 约在了毕山的一个小粥店里面 然后他详细地跟我讲了两个小时 那你们觉得我听得进去吗 他详细地讲了两个小时 跟我讲爱多美 可是呢 我告诉他 OK 我可以加个会员 但是我表示 做有可能吗 那我就加了 这个是我加入的日期 但是呢 我加完之后 我就上网去买 就为了这两瓶洗发水 因为我要凑150块免费送到我家 我就把网上能用的 洗衣液呀 什么乱七八糟的 反正我不敢买吃的 保健品什么的 我就买那些家里能用的 我就干脆凑了一个 150就送来我家了 那收获的那两天还犀利忐忑 哎呦会不会来哦 等到那两天收到了 真的安心了 来了 那自此以后就一发不可收拾 因为我用了其他产品 我都非常的喜欢 而且他的洗碗液这些的 我收到了以后呢 我就开始准备体验 好 你看我去借了扇子 我虽然说我不做 但是呢 我是一个喜欢分享的人 我觉得凑150块是很难的 但是如果我分享给我的朋友 我们一起买150块就容易 所以我也在朋友圈发了 我说好东西需要分享 谢谢同学的分享 用了好又过来拿了 那个时候 然后呢 我回去以后 这个是1月30 1月21号 加入是1月14号 这个是过了一个星期后 我就在朋友圈发了一个广告 这个广告是由先而发的 是我女儿真的很喜欢她的牙刷 我买了那个儿童牙刷 就为了凑那150买的 好买了一个儿童 一盒儿童牙刷 所以她用了非常好 那我就忍不住发了 最重要是让我惊奇的 就是她的价钱 你看 我说女儿迫不及待她说牙刷超级好用 好值得 新币才1块 我就打了一个问号 1块多 我说还等什么快来吧 我就叫他们给我订购这样的 真的好用 然后后来呢 就这样一步一步 我用爱多美的产品就越来越多 然后你看这个是我在1月21号的那一天 我收到了洗碗页 我就决定开始用这个洗碗页了 然后呢 这边我下面打的字是什么呢 我来见证奇迹 试过几样产品 觉得不单价格实惠好用 而且是纯天然的效果好 依然决定换掉之前的产品 这是在我家拍的 我想在这里跟大家讲什么 后来一个星期过后 1月28号我发出来了 我说用过了 真的不错 安全可靠 经过鉴定式可以洗水果 蔬菜 婴儿用品 碗盘 厨具 最重要是浓缩的 一公斤装才新币十元 我推荐给朋友们 所以大家看得出吗 我一直不断地在讲什么 产品 而且是我自己真的用过了 我才把它发出去的 我没有用过的 我绝对不会推荐给我身边的人 我想这也可能是我做爱多美成功的一个原因之一 因为我是真正体验产品过后 我才分享给我的伙伴的 我并不是自己不用 而是叫别人去用 所以这个状态 大家一定要调整自己的一个心理状态 好 那么接下来我就从了一个普通的消费者 到了一个爱用者 后来我家老公跟女儿非常喜欢吃他的普通海苔 那我也发出来了 就是说你看 他们两个就吃 我发出来的字写的是说 爱多美的海苔啊 香脆可口 我儿子要是回来了 就抢不到了 然后再后来 我就开始 这个是三月七日 我用在这之前 我用爱多美的这些都是 你们看都是一些洗发的 洗碗的 到后期我在订货 我就订了他的医生菌 为什么前期 我根本就没听过这个牌子 我不敢把吃的东西放到我的家人身上 但是我用了几个月之后 我确定他的品质真的很好 我才开始用他的保健品 我这边写的就是说 这个医生菌就跟酸奶一样 还可以做什么 还可以用这个医生菌来做酸奶 我觉得很稀奇当时 用医生菌还可以来发酵做酸奶 所以我就在朋友圈分享 那个时候我只能算是个爱用者 我为了凑150块的产品送到我家 而去分享产品 并不是真正的在经营这个平台 大家理解吗 因为150每次自己买有点累 这样我发发圈有人买 我凑一下150送过来了 周围的邻居朋友过来拿一下 很方便 所以后来我也想 我误打误撞 我做对了 因为在你的朋友 刚刚注册会员的前期 他还没有大量使用产品的时候 你就要他一次过买150 他会不会觉得有压力 会不会 他有时候会觉得上网去看看 我要买的这个东西才15块新币 可是为了买这15块钱一个东西 我得花150块买一堆 他就干脆什么 放弃 他去楼下超市买回他旧的 有没有这个可能 有 所以说那我这种团购的方式 帮他们拿货 我帮他们订 他们来我家拿 也给他们形成了一种方便 所以在我们做爱多美的前期的时候 也许这也是一种服务 一种service 对不对 因为我没有去赚他们的钱 网上我订多少 我拿给他们就是 多少 我只是做了一个服务 甚至有的时候 我的老公 我的孩子 还有我家女佣 经常往地铁站送货 就是有的人下班了 顺便要把这个东西拿着 就让他们送到地铁站 我老公最近还给我提起说 哎哟 半夜11点半还让我出去送货 以前 最近好多了 我已经从送货员升级了 他现在说的 所以说我的家人跟我都不断地在什么 付出 在前期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有没有赚到钱 没有 我也没有想过这个能赚钱 我告诉你吧 在初期的时候 谁也没有想到这个东西能赚钱 那么在后来的时候 我为什么会从一个爱用者 又变成了一个经营者呢 在我用产品的这个期间 我的户口是很快积到30万积分的 大家都知道 自己的户口积到30万积分 还要不要再买 因为再买也是没用的 对吗 不会碰到更多的钱 所以呢 那我买到30万 我停了 扇子老师他就盯着我的户口以前 他一看到我到30万了 他就告诉我 你不要在你自己的户口再买了 其实我萌的 为啥不要再买了 我买了你也不会拿更多的钱 不懂 但是我 真的是那种超简单的人 我就是听话 照做 他就说你找一个人 放在你的旁边 这样你有两条线 你就可以对胖拿钱了 你在你户口再买下去 也不会有钱 哦好好好 这样就好 那你知道我第一个会员找的是谁吗 就是我不是开了一个补习班吗 我不是有一个助理老师帮我改功课吗 那是不是很近的人 天天我俩见面的人 是不是 什么也没跟他讲 来来来来 C哪来帮你注册的会员 免费的 不需要钱的 也不需要你做什么的 就借你的户口用用啊 就这样给他加了一个会员 所以他是我的第一个会员 然后我买东西就用他的户口买 买到三四万 我也不知道 上早上通知我 哎你碰钱了你知道吗 啊 在哪 怎么看 钱在哪 哦就交给我 我才会进去看说碰的钱 在哪里 所以初期的时候 根本就没有想着以这个来中钱 但是我的第一次对碰应该是 我一月加的 我的第一次对碰是在三月份 大概是三个月之后 三个月才碰了一个九十块 我当时就觉得爱多美 不赚钱 还能做这个吗 不能 所以善子老师他打了无数次电话 叫我去听课呀 去听这个 我想听什么课 我自己都天天在讲课 我给我学生上课 我还跟你出去听课 不要不要不要 我以前听课 听老师讲的 早都啪的要命了 你还叫我去听课 所以我要不要去 不要 所以你是不是叫你的朋友 他也不要出来 是一样的状态 大家从开始到慢慢地接受 都是需要时间的 那么从一个爱用者到一个经营者 是因为善子老师 当时他在乌兰那个地方 开了一个工作室 就现在乌兰中心的附近 开了一个工作室 他说我开了一个小工作室 在里面可以喝喝产品 那个时候不是中心了 那个时候还可以的 现在就不支持了 那么就开了一个小中心 然后我就想 哎呦朋友开中心了 我得去干嘛 支持一下 所以我就去了 我很记得那是一个星期三的晚上 我就去到那儿 我就听人家讲奖金制度 听完了 我的脑袋整个是懵的 嗯 讲的什么 不明白 但是善子老师 在里面老师上去讲两句 我也上去了 我说这个好 可以做 知道吗 我怎么又没有 我也没做 也没怎么地 我就拿了90块钱 善子老师 你怎么可以这样跟大家讲 什么也没做 你不是有用产品吗 你不是有方奖给你朋友进来吗 有帮人家团扣吗 我当时的感觉 我就没做什么 所以说还埋怨我讲错了 那时候我就是不知道 我爱多美 到底是什么 所以每一个人都有 出进来的时期 什么都不懂的时期 你不可能一进来 什么都懂 我们是需要一个学习的过程 那可是那堂课之后呢 什么系列了 我善子老师拿出来 我一个月收入 8000新币 我这个叫被动收入 什么叫被动收入 就是好像你有两套公寓租出去 一套公寓拿租金4000 另外一套公寓拿4000 你在家里睡觉 也有这8000可以拿 这个就叫被动收入 我当时就想两套公寓 新加坡买一套公寓 刚才调音老师说 他的公寓要150万 150万新币买一套公寓 再150万买一套公寓租出去 我自己还有一套要住 对不对 哇 300万新币 我这是要多久的时间 可以存出来 大家想一下 我当下就觉得 我这一辈子不可能 有机会买两套公寓租出去了 那善子老师来一句了 爱多美可以给你 哈 这样啊 我当下就拉着善子老师的手 我说 我要做 你告诉我这个东西怎么做 你可以交给我吗 善子老师说 很简单 把你用的产品 觉得好的 喜欢的 把你真实的感动 讲出来 分享给其他人就好了 我说好 其实我有在分享很多人的产品 我的朋友邻居都跟我一起订150块 可是我从来没有叫他们自己家会员上网买 他说这个方向是不对的 爱多美是需要大量的消费者自动的主动的上网购买 不是你一直帮他买 一直帮他团购 你的做法是错的 这样我才知道 我做的是什么 错的 怪不得我好几个月才拿一次钱呢 所以那我就回去把那些跟我一起团购的人 马上就把他们加进来了 所以就这样 慢慢的我就有了后面的这个 这个是善子老师当时跟我那个地方讲完之后 回去之后 善子老师告诉我 你要大量的使用产品 因为你使用产品的量一定要够 这样呢 你才能找出你感动的产品 你才能去分享 所以你看我见善子老师的那个分享是2016年的10月31日 可是我回到家是 我就订货了 然后我11月2号我就收到几箱货 大家数一下 一 不借了 多少箱 七箱啊 我订了几箱货 七箱 就三天的时间我就订了七箱货到我家 所以说一位善子老师他跟我讲 他当时体验产品是体验了几箱 所以我的速度一定要跟上来 对不对 我就订了七箱货 那这七箱货收到以后我就开始分享了 我下面写的是来货了 那么在后来我11月开始经营 12月份的时候 刚好有一个机会 那时候我什么都不是 也不是销售大师 只是一个刚刚想要经营的爱用者 那个时候呢 刚好有机会去到这个台湾学习之旅 我是跟雪奇老师一起去的 其实那个时候机票是要自费的 大家理解我的意思吗 我是要自己出机票的 公司会帮忙吃住 但是机票是要我自己出的 那当时我也愿意拿这笔机票出来 因为我并没有赚钱的时候 大家记得我并没有赚钱 但是我觉得我要做一个事业 我一定要全力以赴 我想去看看 我想去了解 是真的像扇子老师说的那么好吗 我很怀疑其实 那我就去了 到了这个台湾以后呢 哇我就看到台湾这么多人的人 都是成功的 你看我发的 台湾呢 哇爱多美的成功人士比比皆是哦 那一场的会议非常多 这个全部是我们当时新加坡 一起过去的销售大师 每一个人前面有个牌都写的销售大师 钻石大师 玫瑰大师 星光大师 可是我的牌上面写了 我的名字什么也没有 我跟人家拍照的时候 我不断地反过去 反过去再反过去 我把那个背面录出来 我甚至跟雪奇老师说了 我回去以后我一定要尽快地上销售 当时就有这个想法 那么在这个 这全部是整体的大合照 有这么多的人 在2016年的时候 在台湾就是已经成功的 每个月新币在2000以上的 那么我看到这么多人的成功 我就更加尖细了 这个平台绝对是可以的 在台湾的时候 我就不断地去跟这些成功的人士 一直追问 怎么做 我跟我朋友一讲 他就顶回来 我就说不下去了 我找了好几个人 他都不要加入 有的人说 你这个是什么 直销 我就一步一步去 每一个人去问人家 这个东西要怎么做 我记得有个八十多岁的一个经营者 他就跟我讲 牙刷是爱多美的敲门砖 他就跟我讲 怎么分享这只牙刷 它的牙毛的成分 牙柄 然后就说用的时候 后面的智齿刷得到 抗菌的 多久都不长黑一点 霉菌 当时这个就深深地印在我的头脑里 所以爱多美主打就是产品 分享 不能一直找他进来做事业 人家会怕 大家理解我的概念吗 人家会怕 是不是你朋友找你来做的时候 你也怕 但是如果你只是介绍 好用的东西给他用 他也算是支持你这样的状态下 他愿不愿意给你买一些东西呢 愿意 所以初期 你只要把产品介绍给他就好了 不要让他来做 所以我就从他的身上学到了 回来以后 还有我还采访了无数个那种 星光大师啊 玫瑰大师 在我来说 以前那个台阶是好高的 离我好远的 他们都告诉我 最重要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你要进入 爱多美的成功系统 我当时还不知道 成功系统是什么 其实在这之前 扇子老师曾经有苦口婆心地 劝我去一日研讨会 苦口婆心地拉我去 成功学院 可是我根本就不当那是一回事 他也跟我讲说怎么重要 但是我完全听不进去 可是我采访了那么多的人之后 那么多的人都跟我讲要进系统 我对这个系统就 有了感触 回来之后 我立马就参与到 公司的系统去了 为什么我不参与公司的系统 因为我 大家知道我刚才说 我最后做的是补习学校 对不对 补习学校的主要时间 就是在下午晚上 或者星期六 或者星期天 星期天是我的家庭日 所以我一整天 星期六的补习是排得满 满的 我一天可以赚一千多新币 扇子老师在约我 星期六来进系统的时候 我都是一句话 有没有搞错 我星期六一天一千多块 你要我放弃一千多块 跟你去参加什么学习 都有讲过这样的话 但是去了台湾之后 我认可了爱多美 认可了这个平台 我的想法就是 我既然要做 我就全力以赴 所以我依然 把星期六的课排好 如果是研讨会 下午的三个小时的 我上午我去 下午我找老师带课 然后星期天 一整天的成功学院 两个月才一次 一年也才六次 我就尽可能地 安排老师做整天的课 我出来参加 所以从台湾回来之后 我可以这么骄傲地说 我几乎是没有落过任何 只要我在新加坡 人在新加坡 我几乎是没有落过 任何一场的 研讨会和成功学院 此处应该有掌声 因为这个是大家需要的 必须要做到的 因为你要做这个事业 你就要全力以赴 因为我个人 是没有什么能力的 我个人是没有什么能力的 我一个人能不能 影响得了整场的人 能不能 不能 我个人能不能影响得了 我全部的下线 我不能 我也没有时间 去影响 一个人就影响 全部的下线 但是当他们进入到 爱多美的成功系统来 是公司的系统 在带着他们走 他们在公司的系统当中 学到的 看到的 比我一个人跟他讲的 更什么 有效 为什么 我们的董事长 他要创建这个成功系统 他就是为了帮助大家成功 所以只要大家跟着这个系统走 就一定能够成功 系统是非常重要的 我就以我的团队来总观 我自己自从进入 这是谁啊 眼云玫瑰大师 哦 你看 是不是 我那个时候一进系统 我就邀约朋友 眼云玫瑰大师是第一个跟着我 走进系统的 但是他第二次就没出现了 那时候他还不懂 不明白 是不是你们约了朋友来第一次 过后他第二次就不跟你来了 是不是 是不是 不要紧 给他一些耐心 你看眼云玫瑰大师 他现在每一次都出现在 爱多美的会场 坐在最前排 好 他现在呢 也是一样 非常的肯定这个系统 然后我的 下面的 所有的玫瑰大师 包括 朴莹老师 雪奇老师 小岳老师 还有眼云老师 还有悠悠老师 还有这个 温迪老师 他们现在 你们就观察 是不是每一场 只要他们在新加坡 都会在这个系统里面 你们去观察 我就发现 不是我带动了他们 是什么带动了他们 系统 他们自己在这个系统当中 就学习成长了 如果只是靠我一个人 不停地跟他们说 他们会烦的 不理我的 能理解吗 所以想成功 一定要把你的伙伴 慢慢地带进 系统 是想要做的伙伴 不是用的消费者 用的消费者 你们不用太急于去带 理解吗 等他了解 用了产品 了解一些爱都没了 再慢慢带过来 因为有的人 他来第一次 不是很明白 怕他误会 然后成功的系统 除了有一日研讨会 成功学院 还有就是中兴的 分享 大家是不是经常 在中兴见到我呀 是 几乎能去的我都去 现在 不管是什么时间 我们永远 还是我们自己 不管你坐到什么 什么样的位置 我觉得我们 还是我自己 我是没有变的 我还是历艳 所以说 只要我有伙伴 需要的时候 我都会出现 那我能去的 我还是去学习 每一个演讲者的身上 都有他们的亮点 跟火花 都是我们能够 学习的 不管何时 何地 什么时间 我们都是要倒空杯子 用空杯的状态去学习 才能够成长 那再后来 就 扇子老师就告诉我说 得办家庭聚会 当时我就 一开始出气做的时候 我自己是没有办 家庭聚会的 因为 其实我不建议 出气一做的伙伴就办 都没有人来办什么呢 而且自己也没有经验 对不对 然后我出气是 把我的伙伴 全部带去了 扇子老师家的 家庭聚会 然后呢 在他的家庭聚会上 我看他怎么做 我学 我听他怎么说 我学 那我学会了以后 他就鼓励我 因为当时我带去 他家的人越来越多了 几乎超过一半以上 都是我的人 扇子老师说 你可以自己做 家庭聚会了 那我开始的时候 我其实是胆怯的 我就打电话 发信息 只来了两个人 加两个孩子 没有 另外来一个孩子 那两个是我家的 所以这是我第一次的 家庭聚会 还是很开心 有两个朋友来支持我 对不对 好 那么在接下来的时候 结果 我不断地坚持 不断地坚持的情况下 在7月20号的那一天 我是 第一次应该是办在4月 大概三个月之后的 7月20号那一天 我家里 我发出来的信息是什么呢 一天 三场 近50个人 忙 并幸福着 所以我觉得 家庭聚会是一种什么 坚持 你要坚持下去 以后一定就可以做起来 但是首要的是 你旁边有跟你一起合作的伙伴 家庭聚会不容易做 要煮 要准备吃的 要洗水果 要切 要妈 还要出去招呼 来的伙伴 还要给他们 讲东西 你一个人 做不了三个人的事情 他是跟下面 跟你一起 要做的伙伴是同心 合力来做的 不是一个人能做好的 所以说大家想一下 能不能做家庭聚会 就考虑你有没有伙伴 已经出来 能够跟你一起合作的 他能助你一臂之力的 那这个家庭聚会 就会月半 月红火 那我当时非常感恩 悠悠老师 是他不断地来我家 跟我一起合伴 这个家庭聚会的 那他也是在家庭聚会上成长 然后也是进入到 公司的系统之后 那也是如今的 玫瑰大师 那就在我不断地 这个前面对产品的 帮人家送货也好 这些付出之后 那慢慢地 终于我在艾顿美也收获了 那第一笔的收获就是我的销售大师的这个证书 我觉得这个证书它比什么律师证啊 比医生证啊 都来得宝贵跟值钱 医生和律师我是不可能做 那个是高智商的人 高学历的人 我觉得我这一辈子也不可能 那么 但是 有了艾顿美的这个证书 我在艾顿美的收入 绝对不会比医生少 比律师少 对不对 所以这个证书 比任何一张的证书都来的 宝贵 值得 好 那个时间是2017年的 1月16号到1月36号的时候 那么在台上也是温迪经理亲子给我颁发了这个 这个奖状 所以非常的感动 那时候 那么在上销售大师之前 我的收入呢 大家看 一个是3月的 一个是4月的 这是在2016年的3月跟4月 一次的进入大概是90块新币 就是我3月22号拿一个90块 我4月19号又拿了一个89块 能看得到吗 所以我们大家的奖金是一个星期进一次的 就是今天你拿80块了 今天不给你 要等星期二 累积起来才给你 对不对 所以这是我一个星期的 你看一个月才进两次 那么上了销售大师之后呢 大家再看我的收入 可以放大一点 谢谢 就没有出现在90块了 每一次的对碰都到 269啊 357啊 你看如果是269块 我们除以90的话 那一个星期我碰了几次 三次 几乎是隔一天就对碰一次 对不对 对 那那个300 357大概就360 除以9的话 大概一次就是 一个星期碰了四次 所以从我每个月只拿 一个月只拿一次的90块 到我一个星期都能够对碰三次 或四次 很幸运的就是说 我上了销售大师之后 我就一直 一直维持在稳定的 自动型销售大师 这也是爱敦美最关键的 前面的老师讲 蒋经制度也讲过 对不对 也在爱敦美可以骄傲地说 是什么 成功了 所以说那个比例上 就是这样的 然后呢 那在20 其实当时 扇子老师 他就逼我写人生规划 我就一直有点抗拒 还写这个东西有用吗 他让我写人生规划的时候 上了销售 他让我写人生规划的时候 我就说好吧 十月份我上钻石 可是大家看 我上钻石的时间是什么 几月 五月就上了 提前了五个月 那我最开心的就是 我上钻石的时候 我不是开心我上了钻石 而是我看到 我下面有四个伙伴 上了什么 哎呦 真开心啊 我把他们照片放得大大的 你们看到了吗 我甚至都忘了自己照一张 我没有自己单人的 上钻石的照片 这张照片 是我一辈子会珍藏的一张照片 所以说 不是自己有多成功才开心 当你看到下面的伙伴成功了 你会更什么 更开心 这就是我觉得 爱多美我做的 就是最让我感动的 就是这个成功 不是我一个人的成功 而是很多人跟我一起在什么 成功 这个平台真的是太好了 请大家一定要 多去了解 不要错过 然后呢 真的是感动 一提到下线 我真的是感动 好 那上了钻石大师之后的薪水 大家可以再看一下 之前是碰三次到四次一个月 对不对 现在就671块 670除以9的话 大概是碰了几次啊 几次啊 6 7963吧 对不对 大概就是在 7次左右 所以一个星期就碰 7次不可能 一个星期就六次 星期天都没有碰 那就是有一天我碰了 70万对 70万 是不是这个状态 越来越多 所以我想通过这个收入 也告诉大家 爱多美 你累积好了 你的收入是稳定的 直线的 上扬 他没有向别的公司 赚一笔 然后就掉下去 不知道下个月的 钱在哪里 最让我感动的是 我下面有一个玫瑰大师 曾经跟我讲 他做别的直销 他最后一次 做了三年 最后一个月拿到的钱 是8块9毛 那个是最让我震撼的 那爱多美 绝对不是这样的 如果你能够坚持 分享产品 三年后 如果你没有一笔稳定的收入 你来找我 你要分享 坚持分享 你不是家了 在那家里坐着摇脚 等着 然后就有几千块 几万块进来 那努力跟付出是成 努力跟收获是成 正比的 没有付出 没有努力 你就想着天上掉馅饼 在家等着拿钱 世界上有这么好的事情吗 相对来讲 爱多美这个平台 已经很容易了 很简单了 光是帮我们准备好了产品 对不对 光是会帮我们 把订的货送去我们的伙伴家 对不对 如果产品有问题了 公司也在帮我们做出保证 对不对 那你从来不用烦恼 这些开公司的事情了 你需要做的事情 就只有一件事情 是干什么 分享好产品 组织好消费群 到你的这个超市里来消费 如果你本身是有思想 想要什么开公司 做大事业 大生意的 一直想要改变生活 做一点事业的人 那我觉得你一定要来做 爱多美 因为你省去了 开公司的一切烦恼 却可以拥有一间自己的公司 自己的超市一样的 所以说真的 这个收入让我看明白了 看懂了 那个时间还是在2017年的 大概是10月份的时候 不对 5月份的时候 好 就这样一步一步的 2017年的 那时候又写了玫瑰大师 顺子老师又让我写人生规划 又告诉我 那你什么时候要上玫瑰 我把玫瑰其实是定在 2018年的2月 当时我给了自己 大概一个半年多的时间 我想说 没想到钻石这么快 那我玫瑰至少也要 多过钻石一两个月 所以我就定在 2018年的2月 结果大家看一下 上玫瑰的日期是什么时候 10月16号 哇 又提前了 所以爱多美 这个平台神不神奇 我们给爱多美一个掌声 好不好 我当时是真的 做梦都没有想到 一年之内可以这样 连着上三个级别 我在上玫瑰大师的时候 收入也是接近七八千了 就跟扇子老师说的 等于是拥有了两套公寓 租出去 每个月拿租金 哇 这是我以前想都不敢想的 对不对 但是爱多美 我实现了 为什么要放这张照片呢 这张照片呢 我写的字在下面 我为什么要放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是在机场拍的 我在17年的10月16号 上了玫瑰之后 颁奖是在12月份 那当时因为学校假期 我的机票提前订了 我不小心订了机票 就是成功学院的日期 所以成功学院 等于是我不会在新加坡 等我差不多发现的时候 就觉得说不行 成功学院我一定要参加 我必须要参加 那我有什么办法呢 我没有办法 因为我的那个成功学院的日期 刚好是我回家的日期的中间 我没有办法就是掐钱 也没有办法去后 我最终就绝了一个决定 买机票飞回来 一天上成功学院再飞回去 所以那一天就是 我在青岛的飞机场坐 我是就是晚上下午三点 没有 早上八点的飞机 下午到了新加坡 傍晚我记得到家 那时候傍晚六点多 积极活活地去买了一套衣服 然后第二天早上 起来九点多来到 成功学院 然后就参加颁奖 然后也有奖课那一天 晚上 十二点的飞机 飞回中国 所以当你想要 你把爱多美认为是 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东西的时候 是什么也挡不住你的 什么我家里有事 什么我孩子要照顾 什么我家婆叫我干什么 这些通通都是对自己的借口 想成功 对自己 没有任何的借口 当你把爱多美放进第一位的时候 什么东西都挡不住你成功的脚步 包括我们下面很多的老师 他去到韩国分享 说孩子打电话 我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 我们当场哭得稀里哗啦 谁在家里没有孩子 谁没有家公家婆 谁没有老公 为什么别人可以放下一切的东西 但是我们自己却有这么多的借口 大家想一下 所以别人的成功是有什么的 理由的 我们的不成功也是有不成功的理由 你自己要决定你要的是什么 当你决定在爱多美 你一定要成功的时候 因为爱多美的事业是给自己做的吗 是给自己做的吗 我不是给自己做的 当然有我自己的一小部分 我更重要的是我爱我的孩子 我爱我的家人 我想为他们创作更好的生活条件 我不想我女儿想学钢琴 却不能去学 我不想将来我的孩子跟我一样 要去电子厂做工 再去做化妆品推销员 再去做珠宝店的推销员 我不想让她重复我这样的生活 我想给她更高一点的起点 我做的事情是为谁 为我的家人 为我的孩子 为我所爱的人去做 那我也不想把我成功的时间拉得太长 为什么 我拉得越长我越辛苦 所以我就要破釜沉舟 在三年五年内我就要成功 这样我后面我有大把的时间 可以去陪我的孩子 去陪我的家人 当我很多的借口 很多的理由 那我拉过长成功的时间 累的不只是我自己 还包括了我的家人 所以如果大家有些要做爱都没事业 我觉得 权力以赴 专注 非常非常的重要 好 那就这样 当时那一场的这个成功学院是有 哇 27位的钻石 还有89位的销售大师 非常的震撼 玫瑰大师之后的收入更高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已经没有了四百多的收入了 都是一千两千左右的对碰 所以是不是更多了 是不是又上扬了 是 一路直升 爱多美非常的稳定的后期 这是我看中的 所以上了玫瑰之后 我依然关掉 没有关掉 把我的补习中心转给了我的朋友 因为我确定 爱多美就是我一直在等的 一直在找的 而且那时候 中国说马上就要开了 我觉得这个市场是无限大的 我必须要全力以赴 我要抓住我人生的唯一一次的机会 所以2018年 我就这样全职了 那么同时在2018年的时候 我们又去参加了台湾的这个 销售大师会议 这次我去的时候 我的牌子上写的是什么 玫瑰大师 再也不用反牌子了 还有最开心的是 我也带去了 我下面所有的更多的伙伴都一起跟着去了 看到吗 人数有没有增加 有 现在爱多美的新加坡是更加的成长了 成功的人是越来越多了 前排的玫瑰大师是越来越多了 领袖俱乐部的座位要不断的更延长了 好 那2018年的10月16号到20 就是我辛辛苦苦全职了一年 在2018年的10月16号到10月30号 我也终于上了新光大师 这个是颁奖的现场 在爱多美 我觉得我自己还没有更大的成功 我希望我的下面有更多的新光大师 有更多的皇家大师出来 然后董事长说了 皇家大师之后 我们做这个事业不再是为自己而做 而是为了谁而做呢 帮助更多的人而做 这也是我的目标 我的梦想 希望我接下来能够帮助更多的人 在爱多美实现成功的梦想和愿望 真的 大家想一下 如果你的朋友 因为你的介绍在这边成功了 你是什么样的心情 非常开心 绝对比自己成功更开心 所以说我觉得董事长是非常伟大的 包括今年我也去了这个 第六位尊王和第七位尊王的班长现场 我看到董事长那个 看着台上那些上台拿奖的成功人士的那个眼神 我就觉得他非常的自豪 非常的骄傲 因为很多人在他创建的这个平台里成功 这个是他想要的 他绝对不是想要从我们的身上赚多少 而是他希望帮助到我们这 很多的人在这个平台上改变自己的生活 改变自己的命运 这个上了星光大师之后的一个收入 我就不给大家看了 所以大家也基本都知道了那个成长的过程 最后我要告诉大家的就是时间有限 爱多美的成功没有捷径 不要用你的小心思去想这个那个的 脚踏实地的拿着牙膏牙刷分享好就可以 好 甚至是别的产品 那么最重要的就是产品 第二个最重要的就是系统 没有捷径 每一个人台阶都是一步一步的走 不可以不可以一步就迈十步 这样你一定会很快就倒下的 好不好 好 那么最后还有一个除了产品和系统 我认为爱多美的成功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 决定你人生高度的不是你的才能 在爱多美不需要有才能的人才能成功 我简单地说 我们有我们有几个市场 几边要做 两边 你的人只是会不断地往下放 对不对 就算我是一个没有能力的人 对不对 我找一个没有能力 但是我可以把它变成消费者吗 可以吗 用用产品它可以吗 它要不要用产品 要 那这边也没有能力 这边也没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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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总有一天没有能力的下面出来一个 它很适合做这个平台的 那它做的两边都是跟你 有关系的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认为自己没有能力的人 你一定要来做爱多美 你可以借助到上面有能力的 会说的人的 可以借助整个系统里面 我们会说的 带你的伙伴来听 就可以了 那么如果你不断地坚持 你下面出来也会比你更有能力的 所以如果你认为自己没有能力 你一定要来做爱多美 那如果你认为自己是有点能力的 那你更要来做 因为爱多美太容易了 太简单了 所以说不管大家有没有能力 请今天在座的各位 能通过我的分享去看懂爱多美 哪怕你今天是没有看懂 哪怕你只听懂了一丁点 请你千万不要放弃 回去以后上网查 去找带你来的上线 继续去多一点的了解 给自己那么一个机会 好 你在给别人机会的同时 也是在给自己机会 去了解一下 好不好 有可能它也是你人生的一个转机 是你正在找的一份事业 它是一份助人的事业 帮助了别人的成功 就是成就了自己的一份事业 这样的平台是很难找的 所以请大家一定不要错过 最后预祝大家 在爱多美取得成功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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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